有了低筋妈妈 我再也不用担心我会饿扁了 欢迎来到Waze频道 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想分享火与血的模组 这模组增加了不同的生物 物品和食物 可说是可玩性与人性都兼具 那首先来介绍生物吧 第一只生物就是赡养 赡养会在沙漠的地形自动生成 击败赡养后会掉落白色的羊毛和羊肉 虽然它是褐色的赡养 但这只赡养比原版更OP 就是可以当作起 只要用干草捆就能驯服它 第二只德拉格是会主动攻击玩家 德拉格会自动生成到玩家四周 而且不怕阳光 击杀了德拉格就能得到武器和骨头 武器还有附魔效果哦 第三只 鸡尾蛇 会主动攻击玩家 鸡尾蛇也是一样 会自动生成到玩家的四周 击败鸡尾蛇就能得到鸡尾蛇的羽毛和肌肉 鸡尾蛇羽毛可以制作很OP的食物 待会儿跟你介绍 第四只红龙 红龙会在山脉的地心生成 有的会主动攻击玩家 有的却不会 就看你的脸 红龙有100滴血 攻击却不高 击败红龙能获得骨头和红龙蛋 红龙蛋在20分钟就能腐化 腐化后就能用肌肉或鱼驯服红龙 等到红龙长大后就能骑了 但是无法飞行 而且红龙体型过于庞大 只要在多数的地心就无法前进了 第五只 地金 是个中立圣物 会在镇厌岭地心生成 地金可以用熟肌肉的驯服 驯服后玩家可以制作龟克包 让地金带上 然后地金会帮玩家种田 所获得的收成 会收放在龟克包里 有了地金妈妈 我再也不用担心我会饿扁了 接下来介绍 只能在德拉格身上获得的武器 第一把武器 德拉格剑 四点伤害 可以透过覆魔台与铁战覆魔 还有第二把武器 引斧 七点伤害 也是能覆魔 介绍完武器 现在我们来介绍防具 围巾盔甲制作方式 利用铁链合成铁链块 再与皮甲合成 防守比皮甲好 但是插过铁盔甲 算是让没什么软用的皮甲 获得一点点用处 接下来要介绍 很OP的药水 西德罗米尔 西德罗米尔是当玩家服用后 就能得到8D精血 还能获得抗性和吸收的效果 制作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制作方法 先制作铜 然后倒满水 加上蜜蜂和鸡尾毛后 等它发酵 然后用玻璃瓶装起 就能得到西德罗米尔了 如果玩家想大量保存 可以制作玻璃罐哦 第二种制作方法 只要填梅加玻璃瓶 就能合成西德罗米尔了 North给你选 你会选用前者还是后者 制作西德罗米尔呢 给我的话会选后者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模组下载链接 我会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 如果觉得影片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分享哦 谢谢你的收看拜拜 拜拜